再瞧叶问 不慌不忙啊 左手贪手 右手是连销带打 抵住了对方的双拳 虽然内心万分不舍 年轻的叶问还是决定 出去看看大千世界 提起佛山 你能想到什么 是小朋友嬉戏间的佛山无影角 还是大人口中的佛山制造 他们都是 但他更像一位 深藏公与名的侠客 于无牲畜 展露精妙绝伦的岭南伸手 在这座热爱武术的热血城市 同样诞生过 这么一位低调的侠者 他伸手不凡 崇尚以和为贵 他恪守传承 鼎力推广拳法 他是一代宗师 叶问 聆听叶问的故事 跟随他的脚步 达卡佛山 一同探寻 一代宗师的精神世界 领略他的传奇人生 和泳春泉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九世纪 佛山桑园 叶家是当地的名门贵族 家族中的人大多经商 而且生意遍布当时的两广地区 1893年 叶问出生 这叶问呢 虽出身富贵人家 但打小就是体弱多病 空有聪明伶俐的头脑 却也常常受同龄孩子的欺负 怎么办呢 也是机缘巧合 叶家家大叶大 有个开武馆的陈华顺师傅 租用了叶家宗祠前广场 开设露天武馆 每天叶家祠堂门口 热火朝天的练功景象 吸引了小叶问的注意 这一看便把年仅七岁的叶问 给迷住了 小叶问七岁的时候 就经常打这个武馆门前经过 一看陈师傅他们练拳 小叶问就有点走不动道 慢慢地跟着师兄弟们 一块下场练起来 还有模有样 时间一长呢 让叶问的父母知道了 他父母不高兴了 怎么 因为叶问他们家是官宦人家 父母想培养叶问读书 将来走仕途 练武术 要把一个好苗子耽误了呢 让人把叶问找回来 在小祠堂里边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叶问当然是不服啊 我练武有什么错啊 父母一瞧 你不服 关禁闭 在这跪着吧 小叶问就在祠堂里跪着 但是他练拳的念头可丝毫没有打消 而且在他脑海之中 还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天 大清早晨起来 小叶问拿着一个布包 来找陈华顺 陈师傅 我想跟您学权拜您为师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 说着把这布包往前一递 陈师傅接过来把布包打开一瞧啊 里边是六两文银 您说巧不巧 陈师傅交学生这学费 正好就是六两银子 各位这可真不是巧 这是小叶问呢 提前做好了功课 他把这价钱打听清楚了 就照这个钱术准备的 您说这孩子聪明不聪明 他想的是呢 我先拜他为师 生米煮成熟饭 你就不能不让我练拳了吧 可是陈师傅拖着这个布包 心里边有点犹豫 怎么 都知道叶问他们家是大户人家 这孩子从小娇生惯养 他吃得了苦吃不了苦啊 在陈师傅心里 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外呢 这钱是打哪来的呀 不会是孩子从家里偷出来的吧 要是那样的话 以后我说不清楚啊 所以陈师傅没收这个钱 给退回去了 交到了叶问母亲的手上 这一下可不得了 把叶问他母亲气坏了 当时那血压都一百八了 赶紧让人把叶问找回来 一进门 他母亲双目远睁 用手点指你给我跪下 叶问一瞧啊 母亲真生气了 没敢说什么 哭通一声跪倒在地 把头低下了 他母亲呢 情急之下 从旁边拿起一根晾衣杆来 轮圆了 就在叶问的后背上 啪啪啪 连打了好几下 小叶问 一声都没吭 腰板挺得背直 那眼泪在眼眶里边直转悠 小脸憋得通红 但是眼泪没流出来 母亲打完这几下 心也有点软了 毕竟从小到这么大 没下过这么狠的手 汤浪一下 把晾衣杆扔了 语气也缓和了不少 说吧 这钱咋哪来的 娘 这钱是我的压岁钱 我不是跟您说 我逛年会的时候丢了吗 其实没丢 我把它攒起来了 他母亲一听好孩子啊 感情这时蓄谋已久啊 孩子 你知道吗 练武术是一件 很辛苦的事情 可比为娘 我打你这几下可疼多了 你能受得了吗 娘 我受得了 我喜欢练拳 他们捕鱼捉鸟 这对于我来说 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就是一看见 陈师傅他们练拳的时候 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恨不能下场 跟他们一块打一回牧人庄 越说 小叶文越兴奋 或他站起来了 要在母亲面前呢 比划两下 一抬胳膊 直连嘴 怎么 后背疼啊 母亲看完了 也是哭笑不得 她被孩子的这种坚持啊 深深打动了 母亲一想也好 孩子从小身体啊 比较弱 学一学武术 能够强身健体 就答应下来了 于是七岁的小叶文 就正式败在了陈华顺的门下 值得一提的是啊 陈华顺当年已经岁数不小了 想要找到永春的传人 于是收了十六名入室弟子 而叶文便是这些弟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没过多久 陈华顺便闲逝 临终前 一命大弟子吴仲宿 代师传授武功于叶文 叶文随转师吴仲宿学艺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网上特火的叶文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 我是属于一看就会 一练就废的那种 不过学不会也没关系 毕竟这算是永春拳的进阶动作 对于初学者来说 永春有着独特的入门心法 小念头 念头不正就终身不静 小念头是以一门防守为主的权术 说到小念头 他有着从小就要有好念头 不要立坏心肠 一定要以德为先的寓意 他的手法有绑、坚、服 有人说小念头的手法 看上去就像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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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威力 那样非也非也 如果打得好 可以说是固药金湯测水不漏 他强调身体各个招式之间 一定要協調和平衡 彼此之間的那種配合 令小念頭可以變得很有威力 而小念頭可以練習之後 提高我們整個人的攻防意識和感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練武是一場修行啊 年少的葉問在這條路上 漸漸感悟到真正的永春精神 心正不畏難 身正立天地 俗話說 做任何事情都要打好基礎 在永春拳中有句話 腰馬合一 立從地起 這裡的馬是指雙腿 腰就是腰部 所謂腰馬合一是指啊 任何發力都需要將腿上的力 和腰部的力量合成一股 永春拳屬於近身短打的群種 練習套路 吃手 打牧人裝 都以二字前仰馬為基礎 傳說 葉問為了練好永春最基本的 裝功 煞費捧心 小葉問正式是個機靈鬼 他看見中邊的小艇 訪來訪去 他急蹤生寺 跳上小艇上 這座小艇上 他把腰馬連到極啊 為了練好永春 他自不愛意 此時 葉問的永春功夫已漸入佳境 隨著年齡的增長 葉問也到了外出求學的時候 雖然內心萬分不捨 年輕的葉問還是決定出去看看大千世界 習武之人也一當 欲時俱進了 1907年 十六歲的葉問 獨自一個人拉著行李 來到香港 開始了他的異地求學生涯 這段異地求學的經歷啊 對於第一次出遠門的葉問來講 多少是有一些不愉快的 雖然說住在姑媽家 但是異地文化的差異呢 讓他心裡多少有一點落差 好在啊 有永春拳陪伴著他 心裡邊苦了悶了 練一套拳 啪啪啪幾套拳練下來 出一身汗 這汗出透了 煩惱自然就沒有了 葉問這個孩子呀 從小就有一種特立獨行的性格 他把這種性格帶到學校裡邊去了 日久天長啊 就被班級裡邊一些個白人學生注意到了 這些個白人學生一瞧 這葉問怎麼跟其他學生不一樣啊 別的人身材矮小的那些學生 從我們這路過都跟我們客客氣氣的 唯獨這葉問不搭理我們 所以這些個白人學生在教室裡邊 有的時候故意地大聲嘲諷葉問 說他個子矮 葉問聽見沒有啊 聽見了 就跟沒聽見一樣 那位說這葉問就這麼好脾氣嗎 這就是從小練武受到的熏陶 練武之人不能視強凌弱呀 而且永春根本就不是一項親習的技術 所以您看練武術的孩子 就比其他的學生在心境上高出一個檔次來 但是這樣一來把這些個白人學生可氣壞了 你想你老挑釁這個人就是得不到任何回應 這不是一種蔑視嗎 所以這些白人學生憋足了一口氣 要找葉問的麻煩 咱們單說這一天 是個好天氣 風和日麗 操場上很多學生開心地踢著球 突然這些個白人學生鞋刺裡 衝出來就攔住了葉問的去路 不讓他走了 攔住去路之後開始就對葉問進行各種嘲諷 這一下葉問可不干了 你說我沒關係 你不能諷刺我們中國人呢 但是即便這樣 葉問也沒有馬上 抬手給他一拳 幹嘛 講武德嘛 我得正式地跟你比一場舞 所以他伸出食指來 向著對方比喚了一下 這什麼意思啊 就是告訴對方 我能在一分鐘之內 把你打倒 讓你獻出原形 這白人學生沒明白 但是他看懂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葉問要跟自己比武 當時他就把上身這夹克脫下來 露出一身的腱子肉 而且這白人學生個兒比葉問高出一頭開外 身大就力不虧啊 可是再瞧葉問呢 氣定神賢不慌不忙 調整呼吸放鬆身體 就擺出了大家熟悉的泳春的起誓 就是問手 而且從葉問的眼睛裡邊啊 射出兩道光來 這是平時上課的時候沒有過的 你倆眼背亮 就像兩盞燈 把這白人學生嚇一跳 可他一想我也不能讓他把我嚇倒啊 乾脆我先下手為強吧 說著話抡圓咯就給葉問來了一下 再瞧葉問 不慌不忙啊 左手攤手 右手是連削帶打 抵住了對方的雙拳 腳下生鋒 身體滴溜溜來回亂轉 好似狸貓相仿 慢慢地就靠近了對方的身體 緊接著是一連串的日字充拳啊 啪啪啪 就這幾拳下去 這白人學生 根本就沒弄明白 這拳是打哪兒過來的 就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 啞眼冒金星 重心有點不穩 呼噔一下 他坐地上了 這一下操場上 嘩 這一下葉問在周圍出名了 葉問所練的永春拳 也出名了 葉問在香港求學期間 遇見了他人生的第二個師父 怎麼遇見的呢 說來也巧 葉問用永春拳大發神威不久 一位自稱是藥店管家的老者 找到葉問 要求鄙視武藝 葉問毫不猶豫便應戰了 但是這次他使盡浑身解數 均被老者於青苗淡血間 一一化解 而葉問竟然連對方的招式 也無法看清 葉問沮喪地坐在地上 這時老者開口問道 你是找乾華的徒弟嗎 葉問大為吃驚 老者說 我叫梁碧 葉問如夢方醒 原來他是施工永春宗師梁讚的兒子 人稱先生碧的梁碧 據葉問長子葉准的回憶 葉問一見面就與梁碧吃手相似 被梁師以露手琵琶摔跌一腳 葉問感到自己學了這麼多年的本領 竟抵不住這一招工夫 深感難堪轉身就走 幾天後 梁碧約葉問來拜師 他稱僅來港讀書 沒有學武的盤纏 沒想到 認準了葉問的梁碧 打破了永春拳的門規 告訴他 我教你 並不收費 梁碧交給葉問的是改良過的永春拳 以短橋和高腿為主 擅用遠拳 近肘 提身摔 長短肩背 摔法以反關節為主 不用拉住對手 而陳華順交給葉問的 則是以長腳和低腿為主 因此 葉問學到的是 長短遠近並存 而且更加完善的永春拳 從1909年至1913年 葉問是從梁碧學一四年 功夫達到上層水準 沉橋是永春拳裡頭的中級套路 它包含了伸手步馬走 並腿擊之法 如果說小念頭就是潮形打定靶的話 那沉橋就是追形打活靶 就好比喻在兩點之間連一條直線 沉橋要尋找的就是這一條最短的路線 沉橋的攻擊手法有三推幅掌 上、中、下三綁手 針腳、彈腰、正側內踢腿等等 通過幾方和敵方 在互相的攻擊和拉鋸當中 嘗試去尋找最有效、最短的路線 去達到取勝的目的 自古以來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許多武術流派之間 因理念之差爭論互不服輸的比比皆是 而且都以自家正宗為榮 容不得半點錯誤 這點恰恰是葉問最難能可貴之處 拳法沒有流派之分 以開放兼容病序的精神不斷完善永春 並沒有像傳統武術師父那樣固固自分 然而這也給葉問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1919年 葉問學成回到佛山 一回到大師兄吳仲肅的武館 便與久違見面的師兄師弟們切磋武功 吳仲肅見到葉問 使出的是變形的永春拳 與師父陳華順所傳授的拳法相比 馬步抬高 踢腳也高得很 深段步伐更為靈活了 他非常生氣 認為葉問學到的並不是正宗的永春拳 猶如師門啊 聽 剛才誰讓你永春拳法氣這麼高的 埋錄下判給對手踢嗎 大師兄 你聽我說 我 我雖然馬步抬高 但是步伐和身 一派胡言 咱們師父教給咱們的正宗永春 可沒有短橋和高腿 你在侮辱永春的重罪 你 簡直幽辱師們 大師兄 我 時代變了 咱們不能光想著一招先吃遍天 我覺得師父教的永春拳沒有錯 梁碧師父教的永春拳式也沒有錯 兩者結合起來我 你說誰啊 梁碧師父的兒子梁碧嗎 對 對 是 好你個葉問 你知不知道師父平常最看不高的人是誰嗎 就是他梁碧 當年就是因為他不聽師父的證告 所以他被捉住之門 大師兄 你聽我說 梁碧師叔絕對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他對永春拳極有自己的見解 我結合了兩派招式 效果立竿見影啊 完了 你要是還當我是你師兄了 你現在就應該師父的靈灯間去翻新 面對大師兄的嚴厲訓斥 葉問並不放棄自己的想法 他認為破舊立新才能夠使永春拳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 葉問沒有和師兄弟 即大師兄門下數百弟子搞僵了關係 反而更加積極地往返武館了 天天滿琴打卡 加倍用功 大師兄吳仲素看在心裡 雖然面上還是冷眼相對 但也沒有趕他出去的意思 在廣東啊有個詞叫吃葉粥 說白了這就是吃個宵夜 葉問呢已經回來三個月了 因為家裡邊條件好 所以每天結束練功之後 他都主動帶著師兄弟們 一塊兒去吃葉粥 咱們單說這天 大家伙正吃著呢 遠處他的大師兄吳仲素來了 大師兄 你回來了 喝酒 不了 我還有套拳法沒有練完 你眼裡還有沒有我這個大師兄 酒可以喝 師兄不妨有話直說嘛 師兄不妨有話直說嘛 師兄你之間 只有你的赤手最厲害 可是師兄我 你卻過不了心裡那一關 大師兄 人挪活樹挪死 功夫沒有一成不變的 您也知道 我認為所謂正統 只不過是對思想的一種敬目 您看看外面的世界 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樣子了 我在想 師父如果再是的話 他或許會覺得是狠狠 是我周相嗎 大師兄 不必妄自菲薄嘛 祖訓雖在 但永春也需要新的面包 好 敬一杯 為 永春的未來 葉問 葉問不急不躁 低調形式 在同門吃手訓練中 逐步用行動 證明了自己破舊立新的有效性 最終也得到大家的認同 葉問能夠成為永春全的一代宗師 並不是簡單地因為學武而學武 而是他對武學精髓的無限熱愛與努力 兼學中常又虛懷弱骨 在佛山 祠堂的地位可謂是重中之重 三陸三進四合院式結構 應山頂龍舟級青磚牆 其建築格局也是頗有講究的 在佛山頂龍舟的地位 在佛山頂龍舟的地位 尚莫啊